從頭到尾就是要求他們 先把麥克風放下了 那徐曉鑫就一直過來阻擋我 他是已經伸手要搶他的麥克風 要去做肢體的觸碰 萬一這個羅志強委員不小心碰到他的話 到時候又說 Oh me too 在會議中是不能帶個人的麥克風了 所以其實從頭到尾就是 國民黨違規在先 怎麼可以去動手搶別人的東西呢 例如說柯建民經常在立法院違規抽菸 那如果黃傑在立法院碰到柯建民 正在違規抽菸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徒手去傳過他的菸嗎 過年之前有跟我的一些夥伴 像是吳佩義委員 我們有先去學以色列防身術 在議場的第一天就可以派上用場 請問落跑是什麼樣的以色列防身術 沒有看過以色列人這樣使用防身術的 看到不然笑死 那可以看到國民黨就是沒有本事 只會鬧事 那他的本事在哪裡 我個人是沒看到 黃傑除了翻白眼以外 還有什麼樣的本事嗎 正共的建議 民進黨立法院的法院 全市政府才可以實安的努力 我肯定 台中市民的實安 站出來查出了西布特羅 如此重大的實安的一個疑慮 民進黨既然說 你那麼早公布 民進黨在旁邊喊 要盧秀來背巡 我跟大家說 你要叫盧秀來背巡 你不如叫陳其邁來背巡 現在蘇丹宏在高雄市面流暢 我也肯定 我也肯定 我肯定陳其邁市政府 常常實安的努力 我肯定陳其邁市政府 常常實安的努力 因為實安沒有藍綠 實安沒有黨派 今天盧秀燁 台中市政府的警察人員 他捍衛的是台灣人民 台中市政府的實安 站出來查出了西布特羅 如此重大的實安的一個疑慮 民進黨既然說 你那麼早公布 所以民進黨已經完全被記了當初 對於實安的捍衛的承諾 所以在這邊 我正重的建議 民進黨立馬運動單 你要扶行常見的沒有關係 你要把榮秀燁找來背巡 沒有關係 但你最應該找的 就是陳其邁殺的背巡 不得了 從崇尾燁 沒問題